说起傲借,父思,子孝,大伙都能毫不犹豫地说出贝老黑,杰德的大名 可你知道吗?即使是贝老黑也有对孩子温柔的时候 今天二则就会小伙伴们带来关于贝利亚的十二件热冷知识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雷奥尼克斯 贝利亚变成如今的相貌,并非是他纯粹黑化的产物 而是当年触碰等离子火花塔,惨遭驱逐之后 贝利亚在虚弱之际被雷布朗多星人侵入身体 最终灵魂被其腐蚀,才变为了现在的模样 如今的贝利亚不再是自己的意识 而是原本贝老白和雷布朗多星人融合的产物 雷奥尼克斯 在设定里,雷奥尼克斯是雷布朗多星人的基因 与人类或者是宇宙人融合诞生的产物 一旦成为雷奥尼克斯 宿主就能获得凭借战斗仪召唤怪兽的能力 贝利亚既是奥特曼作品里实力最强的雷奥尼克斯 也是最特殊的存在 具有宇宙中最邪恶的灵魂 第二,贝利亚的名字含义 贝利亚的日文名 古鲁托罗曼贝利亚 英文名Ultraman贝利亚 起源于圣经中的贝利亚 翻译为比列或者贝利亚 在部分地区的教会里 他是传说中的地狱之王 主宰死去的亡灵和所有的恶魔 在诸如新约哥林多后书等部分典籍里 比列也有黑暗之子 看天的守谋守恶等诸多恶名 与纯净正义完全相对 具有邪恶魔鬼背板 等多种含义 与贝利亚在奥特曼作品里 黑暗奥残忍邪恶的形象完美对应 第三,八种不同形象 截至目前奥特曼作品贝利亚 除去使用胶囊变身的贝利亚融合手腕 一共登场了八种不同形象 黑化之前的早期形态 贝利亚贝老白 被雷布朗多新人附身后 变化的经典贝老黑形态 数百只怪兽融合之后 诞生的白体怪兽贝流多拉 流浪到多次元宇宙 吸收了矿石能源后 变身的凯撒贝利亚 吸取所有暗美那那矿石能源 变身的电弧贝利亚 穿着皇帝的暗黑铠甲后 化身的暗黑大皇帝凯撒黑暗 以灵魂状态夺走赛罗肉体后 变身的黑暗赛罗奥特曼 以及融合了皇帝和黑暗路基艾尔力量胶囊后 诞生的最强形态 极恶贝利亚 第四,堕入黑暗的真相 贝利亚初次登场时 官方对他的描述是为了追寻力量 上头道去染指等林斯火花塔 违反了光之国的法律 被奥特之父和一众奥特兄弟驱逐 重伤倒地的他被雷贝朗多新人附体 最终黑化 到了奥特银河格斗里 光之国在结束奥特大战争后 奥特之父成为了宇宙姐妹队队长 并成功报道了美人归 而贝利亚却被奥夫压了一头 因此他错误地将一切归咎于自身的实力不足 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 也为了得到其他人的认可 他却触碰了等林斯火花塔核心 在受伤的情况下 撇开左飞奥特之父等一众奥特曼出逃 第五 理论神似的实力 由于贝利亚首战以一穿国的表现 把他的下线拉到了一个叹为观止的高度 因此贝利亚的真实实力一直是个谜团 综合目前的奥特曼作品来看 贝利亚的实力上限完全是神似梯队 在杰德TV里 贝利亚在融合了皇帝和黑暗路基埃尔的胶囊后 诞生了自己最强形态的极恶贝利亚 与此同时 他还将弗警初K的斯鲁姆器官夺走 装备在了自己的身上 凭此源源不断的吸收宇宙里分布的奥特之王的力量 因此理论上来说 如果放着极恶被不管 任由他吸收 他完全可以夺走奥特之王的全部力量 从而获得持平神似的力量 第六 儿子的由来 贝利亚是奥特曼作品里 继奥特之父赛文后第三个拥有自己儿子的奥特曼 但比较特殊的是 他并非与其他奥特曼一样 繁衍自己的后代 而是弗警初K在贝利亚的遗传经上 制造出来的人造 其本质上就是为了贝利亚复活准备的牺牲品 杰德奥特曼 其原本的样貌与贝利亚完全一致 仅有胡子与计时器有些许不同 由于基因并不完整的缘故 杰德无法以自己的初始形态战斗 因此每次变身都需要借助其他奥特曼的力量 第七 越回归表现越强 在回归Bi道的大环境里 贝利亚可为是一骨子泥石流 他本体在奥特曼作品里 是文术不多回归一次比一次强的存在 只是在表现力上有着些许差距 初次登场 贝利亚的表现是以一穿国 逊色于巅峰塞罗 第二次是贝利亚在银河帝国里 凯撒贝利亚就即能够压制塞罗 更是以一己之力让塞罗获得了帕拉吉之盾 到了塞罗格斗里 灵魂状态穿着暗黑铠甲的贝利亚 就已经展现出了能持平帕拉吉之盾的实力 在杰德TV重生的贝利亚 更是以一己之力摧毁整个宇宙 逼得奥特之王舍身救宇宙 至于后续的极恶贝利亚就不用过多赘述了吧 一句话理论上限神似 第八三支不同的军队 截至目前 奥特曼作品贝利亚一共拥有过三支不同的军队 第一次是他首次登场时 凭借雷奥尼克斯的力量和终极战斗仪 等离斯火花塔核心 复活了怪兽牧场里的怪兽 组建出来的怪兽军团 所以每只怪兽的实力相比起曾经有所削弱 但由于数量优势 战斗力仍然不容小须 第二支是他流浪到多次元宇宙后 凭借艾美娜拉矿石能源 制造出了的复制人军团 除去前传里那支被改造的 能够单挑赛罗的黑暗洛普斯 其余量产杂鞭三人暴团的情况下 也可以做到轻松压制赛罗 是贝利亚最强的军团之一 最后则是赛罗格斗力 以黑暗五人组为基础的军团 虽然人不多 但在他们的努力下 一度让宇宙面临毁灭 逼出奥王救场 第九真正的贝利亚已经死了 虽然在奥特银河格斗巨大的阴谋里 塔尔塔罗斯穿越时空回到了过去 在贝利亚被雷布朗多信任附身之前 将他打牢了过来 但严格来说 他并不是真正的贝利亚 在杰德TV最终化 吉尔贝被杰德用奥特之王的力量 打回了自己的原型后 他和杰德开始了最后的对波 并最终死于杰德之手 至此之后 贝利亚除去在七月奥特曼手里 残存有部分力量的卡牌勋章后 就再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本人是真正离开了奥特曼宇宙 而奥特银河格斗里的那位 虽然也是贝利亚 但没有历经附身 经历原本的一切 他只能算是一个全新的奥特曼 即时生死不明的人间体 贝利亚除去在官方舞台剧和漫画作品里 有自己的人间体画的纪录外 在杰德TV里 他曾短暂附身过 十亿亚留一 并将他作为自己的短期人间体 在此之前 他原本是一名文学技时作家 在迷上附近初K后 协助其夺走了黑暗路杰尔与皇帝的胶囊 最终被附近初K杀死 然而实际上 他早就被贝利亚复生了 长期以来 贝利亚一直通过他的身体 观察杰德与附近初K的战斗 并给其提供能量 在TV最后 贝利亚以他的身体 夺走了皇帝和黑暗路杰尔的胶囊 和斯多鲁姆器官后 被为奥特曼离开 十亿亚留一也因此倒下 生死不明 第十一 究极六边形战士 如果要评选奥特曼作品里 究极六边形战士的话 除去十四几个挂臂外 首选贝利亚 无论是攻击力还是防御力 贝利亚都是二届顶级的存在 近身攻击 在持有中级战斗仪的情况下 能够做到一棍一个奥特曼 什么单手挡必杀 简直就是日常操作 他的招牌必杀 第四休母光线 在对波的情况下 也可以完全压制赛罗的赛罗双身射线 而贝利亚最bug的地方 在于无限活动的战斗时间 由于雷布朗多西人的附身 贝利亚不再依赖 等离自火花塔的能量 因此无论是在地球 还是在光之国 贝利亚都能无限存在 但凭这一点 就已经引起了奥特曼太多了 第十二 关心儿子的老黑 关于贝利亚是否关爱自己的儿子 这事可就是争论不休了 按照设定 杰德只是贝利亚 用于复活自己的工具 贝利亚本身对于杰德 只是想要吸收他的力量而已 并没有任何感情可言 因此在TV中期 他对杰德的和爱 只不过是为了利用他 而假扮出来的 而到了TV最终化 杰德和贝利亚释怀后 贝利亚的心态发生了略微改变 在欧布列传中 我们可以得知 杰德剧场里 洪凯之所以能够来到 杰德的宇宙帮忙 是因为贝利亚的卡牌 给他的提示 由此可见 贝老黑还是关心自己的孩子的 以上就是关于贝利亚的 十二件热冷知识了 不知道小伙伴们 还是知道哪些 关于贝利亚的设定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交流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